老头环真的是不坑穷人啊 即使拿这个3090Ti玩起来也会掉针 今天我就总结一下之前的优化经验 让大家即使拿核写玩这个游戏也不会特别卡顿 然后还附送上这个修改器啊 让大家不再受苦 坑地的老头环高效低效几乎一模一样 这边就推荐一款真正能调节画面风格的东西 这边是一个关闭状态 开启之后能增加一个锐化和HDR光照 详细教程是找到游戏的运行文件 不敢学习这买都可以啊 然后找到这个运行文件之后 打开这个锐化软件 把运行EXE拖进这个东西里面 然后点击这个DX12 第一次安装点确定 第二次卸载的话 点右边这个卸载就可以了 然后一路点确定 直到下载完成之后 再点一下OK 这边就好了 界面和我一样就完成操作了 然后是游戏内按这个Home键 打开这个菜单 这边推荐是至少要开启这个AMD锐化 很管用 然后是个游戏设置 其实针对所有游戏都管用 这边建议是开启中贴图 因为贴图是不太占用这个性能的 但是效果提升最高的 其他效果能关就关 低配显卡不需要什么特效 结合滤镜看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之后是一个接能 台式机的话可以绕过 笔记本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默认的电池 老头话是很特别的 DX12里面优化极差的 相当是这个CPU 但我们还是可以6V优化一下 开这个优化系统电池的自定锁平档 其他游戏这边可以增加很多续长 但老头航台是这个CPU的 其实不太能优化 然后就是这个ITSS 优化系统的话桌面是监控 正常系统的话就是这个微信小飞机 也是选择这个游戏 EXE 选择之后打开 然后在右侧这里35的地方贴写数字就可以了 它就会锁进35帧 这边是演示一下不优化的情况下 这边看到会达到一个40级 但是会卡顿 因为这个游戏有个预渲染机制 你如果让显卡完全满功耗印度的话 它后面的预加载就没有这么顺利 然后我锁35帧之后反而更流畅 这就是我为什么视频演示的时候不掉圈的原因 也是个核心优化机制